工人力应该是在17世纪出现的到现在 你说还是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资物资源是全人类拱有的财富 资物的资人类出现以来的话 会带来了世界的资物范围一个大千亿 中国的资物被大量引众到西方的同时 也从国外引众到大量的粮食和蔬菜品种 中国的主要的粮食作为玉米和粗豆 原本是从北美洲的美西国和南美传来的 它是从1899年到1918年 它先后是5次到中轨收集植物 一共收集了包括4700多种植物的6.5万份植物的标本 并且将1593份植物的中字和168份植物的欺骗带到了西方 西方人都把它称为中轨的维尔逊 把它称为大开中轨西部花园大门的一个人 它在中纪千人提出的中轨是中央花园的基础上 就首次提出了中轨是世界园令之母的著名人端 它在它的著重中的话 它有几句话证明了它的这个技能 它甚至还这样写道 如果没有造成从中轨来的佩赖品 我们的园令和相关的花园资源 今天将是获得的可怜 它这些全新的观点是到今天仍然得到西方原理界的功能 这个就是它对中轨是原理之母做出来的著名人端